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纳米技术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原子界的时尚理发师 纳米剪刀的造型秀 2.微观世界的电影导演 纳米大片的幕后英雄 3分子尺度的交响乐团 纳米音符的和谐交响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原子界的时尚理发师 纳米剪刀的造型秀 各位时尚达人 分子模特以及原子界的朝人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原子界 最炙手可热的造型大师 纳米剪刀 在我们这个微观的世界里 原子和分子的造型 可是一门大学问 你可能听说过纳米技术 那是一群热爱微观世界的科学家们 发明的一套玩具工具箱 而在这个工具箱中 最闪亮的明星非纳米剪刀莫属 纳米剪刀 不是你家里那种用来剪报纸的大铁剪 而是一种能在原子尺度上 进行精确切割的高科技工具 它们是如此之小 以至于可以轻松地 在分子的时尚替态上穿梭 为各种分子打造出最前沿的造型 想象一下 一个DNA分子走进了纳米美发沙龙 对纳米剪刀说 亲爱的 我想要个新造型 最近基因编辑好像很流行 你能帮我做个Chris Bear吗 纳米剪刀轻轻一笑 挥舞着他的分子刃片 精准地剪掉了 DNA链上不需要的那段基因 然后再用纳米级的发胶 一些高级的镁 将新的基因片段粘贴上去 瞧 一个全新的DNA造型就诞生了 不仅如此 纳米剪刀还是个环保主义者 它们在剪裁分子时 不会产生任何废料 所有的原子都会被重新利用 打造出新的纳米结构 这就像是在原子界 开了一场零废物的时尚秀 每个原子都能找到属于它的替态 当然 纳米剪刀的工作 不仅仅是造型那么简单 它们在医学 电子学乃至能源领域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比如在药物传递中 纳米剪刀可以帮助设计出 能够精确把向病变细胞的分子载体 这就像是为药物分子量 申定做了一套高级定制的晚礼服 确保它们能够在生物体内的 时尚派对上脱颖而出 总之 纳米剪刀在原子界的造型秀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们不仅仅是时尚的创造者 更是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推动者 下次当你看到 纳米科技的最新突破时 别忘了 那背后可能正是一把 手艺高超的纳米剪刀 在默默工作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微观世界的电影导演 纳米大片的幕后英雄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微观世界中的斯皮尔伯格们 那些在纳米尺度上 指导着分子与原子的大师们 请紧扣您的安全带 我们即将缩小到一个 您从未体验过的尺度 进入一个由原子 分子和纳米结构主宰的奇妙世界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纳米 纳米是长度单位 1纳米等于11分之1米 在这个尺度上 即便是最小的电影摄像机 也无法捕捉到任何画面 但这并不意味着 在这个尺度上 没有戏剧性的故事发生 相反 纳米世界里 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剧情 只是我们需要特殊的眼睛 来观看这些微观大片 在这里 分子是主角 原子是配角 而化学反应 则是一场场 精彩绝伦的动作场面 想象一下 一个金纳米粒子 在导演的指挥下 与一群流原子 进行精彩的舞蹈 最终形成一个 稳定的纳米结构 这就是一部名为 金流之舞的微观大片 而导演们 就是那些 在实验室里 穿梭的科学家们 他们使用各种高端的仪器 如扫描隧道显微镜 STM和原子力显微镜 AFM 就像是他们的摄像机 捕捉着原子和分子的 每一个动作 他们精心设计实验 就像编写剧本 控制化学反应的条件 就像调整灯光 和摄像机角度 以确保每一个场景 都能完美呈现 有时 这些导演们会遇到一些 小明星的脾气 比如说 某个分子可能不按剧本形式 偏要与其他分子 发生意外的反应 导致实验结果 完全出乎意料 这时 导演们就得即兴发挥 利用他们的智慧和经验 将这些失控的场面 重新导向预期的剧情 当然 纳米世界的电影制作 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有时候 导演们会遇到 技术上的挑战 比如要在极端条件下拍摄 或者处理 难以驾驭的化学物质 但正是这些挑战 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最终 当一部纳米大片完成时 它可能不会在电影院上映 但它的影响力 却是巨大的 这些微观电影 有可能带来新的材料 新的药物 甚至是新的技术革命 所以 下次当您听说 科学家们在纳米尺度上 取得了新的突破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是一部 怎样精彩的微观大片 以及那些幕后英雄们 是如何指导出 这样一部作品的 现在 让我们为这些 微观世界的电影导演鼓掌 他们的工作 可能不为人所见 但他们创造的纳米大片 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分子尺度的交响乐团 纳米音符的和谐交响 各位音乐爱好者和科学探索者 今天我要带大家 走进一个不同寻常的交响乐团 这是一个在分子尺度上 演奏的奇妙世界 我们的乐器是纳米粒子 音符是原子与分子 而乐谱则是物理定律 和化学反应 请紧随我的步伐 一起来欣赏 这场纳米音符的和谐交响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个乐团的成员 在这个微观的舞台上 每一个原子都是一个音符 它们通过化学键相互连接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分子乐器 有的分子像小提琴一样优雅 有的则像大鼓一样强有力 而当这些分子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纳米粒子时 就好比是将各种乐器 组合在一起 准备奏响一场宏大的交响乐 在这个纳米世界里 温度 压力和电子场 就像是指挥家 它们指挥着原子和分子 如何运动 如何相互作用 当指挥家挥动指挥棒 也就是改变这些条件时 分子乐器就会开始它们的演奏 发出我们肉眼看不见 耳朵听不到的音乐 想象一下 当一束光照射到 金属纳米粒子上时 这些粒子就会开始 它们的独奏 这个过程叫做 表面等粒子共振 它们吸收光的能量 使得电子在表面跳跃起舞 产生一种只有纳米尺度上 才能欣赏到的光的交响乐 而在更加复杂的化学反应中 原子和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 它们相互配合 有时候是轻盈地旋转 有时候是激烈地碰撞 最终形成了全新的物质 就像是一场演出的中曲 不过 别以为 这场交响乐总是那么和谐 有时候 当反应条件不合适 或者某些分子走音了 这场交响乐 就可能变成一场噪音大作战 科学家们就像是纳米世界的音乐制作人 他们必须精心调整每一个参数 确保每一个分子 都能准确无误地演奏出他们的部分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这场分子尺度的交响乐团 不仅仅是一场试听盛宴 它还有着实际的应用价值 从医药到材料科学 从能源到环境保护 纳米技术正是依靠这些微观音符的和谐交响 创造出了无数改变我们生活的创新技术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片闪亮的太阳能电池板 或者是一剂能够精准攻击癌细胞的药物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是成千上万个分子乐器正在奏响的纳米交响乐 他们正是这些奇迹背后的无形音乐家 欢迎再次光临分子尺度的交响乐团 希望你喜欢这场纳米音符的和谐交响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内米世界中的时尚理发师 电影导演和交响乐团 纳米剪刀 纳米大片 和纳米音符 它们都是纳米技术的奇妙应用 展现了微小尺度上的无限可能 纳米科技正以惊人的速度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世界 它们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手段 更是一种创新的驱动力 从医学到材料科学 从电子学到能源领域 纳米技术都在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和更美好的未来 纳米剪刀的造型秀告诉我们 纳米技术可以在原子尺度上进行精确切割 不仅可以为分子打造时尚造型 还可以在医学领域进行精准的基因编辑 纳米大片的幕后英雄告诉我们 纳米尺度的观察和控制 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关键 纳米音符的和谐交响告诉我们 纳米技术在材料科学和能源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 作为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希望通过这些有趣的故事 让大家了解到 纳米技术的重要性和潜力 纳米世界虽然微小 却充满了无限的创造力和惊喜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神秘而又迷人的世界 为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创新加油助威 现在 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纳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疑问 让我们一起探索纳米世界的奇迹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